如果一个男人微信上坦诚地说这些内容 他真的爱你到发疯 一 对你说他内心的话 爱你的男人一定是非常愿意对你袒露心声 会告诉你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感受 会揭露自己过往的伤疤 会告诉你他的软肋 他的痛处 那些隐藏在内心的世界 从未对别人打开过 而在你面前却能够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 这绝对能证明他非常的爱你 不要不信 有些话当面不容易说出口 而借助平台更能放开内心 正是爱你到发疯 他才会将自己的软肋交到你的手中 二 对你说未来的事情 爱你的男人一定会对你说他规划的未来 虽然很遥远 但他一定会早早地把你规划到他的生活里去 除了远期的未来 他还会对你说他近期的目标 近期的规划 当然也有你的存在 比如他想买房 他就会同你商量 喜欢什么户型 买什么地点 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 因为爱你 他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 都早早地将你纳入到他的生命中去 三 对你说你们的共同话题 爱你的男人不会扯东扯西 而是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你 因为他非常愿意更进一步地了解你 了解你的过往 了解你的打算 了解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因为爱你 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 想要更透彻地指导你 会耐心地替你叙叙叨叨 对他而言 这是一种享受 他喜欢这种 你在说 他在听的感觉 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对你坦诚 会真诚地让你知道 他到底有多爱你 可以为了自己的爱 用实际行动 证明对你的爱 证明对你的爱 感谢您的 Jacqueline